家鄉打拼 唱完放學歌 八人國小學童依序排隊等待放學 當地沒有補習班 也沒有才藝班 學校社團活動就是部落安親班 對於自己的未來有什麼想像 孩子們說 想要留在部落裡面工作 還是要去租行的工作 為什麼 或許未來有點遙遠 小朋友還有時間思考 當下願意留在部落的青年 真的不多了 其實不只高山 平地原住民也有著類似處境 剛才我有來幫他請示範 要讓他這樣錄了瞬時啦 我們這裡的人 像說 像做工事的都 立方都做梵布啦 做鐵工的啦 都做很黏稻的工作啦 就為了沙灘啦 沒去做就不可以 都用電費啦 臺南市東山區吉貝耍社區 典型希拉雅平埔族部落 宮蟹是族群信仰中心 每年農曆九月五號 有盛大業績活動 段立柳擔任重要的曲師角色 牽曲屬於平埔族鼓調 只可以在祭典時唱 這回他特別請示阿利姆 採訪團隊才能記錄到 這難得旋律 除了傳教士譜寫的新港文書外 平埔族各支系同樣沒有文字 和高山原住民一樣 只有口述歷史 在吉貝耍社區生活了五六十年 段立柳白天務農 一晚到手套工廠擔任作業員 早年農業社會 他看到不少族人往大都市 迁徙謀生活 但這幾年不一樣了 柳營新營工業區陸續成立 吸引不少人口回流 以及被耍所在地東河里人口來看 過去四年間 人口增加了五百多元 當生活足夠溫飽後 平埔族人 便開始思考下一步 文化傳承和證明運動 社會觀感改變 原住民社會地位提升 原委會最新調查 2014年原住民族家庭年收入為 六十五點八億萬 比兩千年成長三成以上 一份穩定收入確實改善 原住民家庭經濟 但這每一筆收入 多半是賣力賺來的 更是一種辛苦代價 字幕提供